可以进行选择,点击Look at this 在这边可以双击,我们可以画圈 选择Selects或者是任何重要的文字 已经设定提醒了,再点击 首先第一个隐藏功能它藏得非常的深 但是它整个使用度非常的高 可以说是解决了我们所有iPhone用户 十几年来最大的一个通点 那就是我们的SINCE,爱马萨基 比如说一个文字,过去我们想要转发的时候 想要选择的时候非常的淡陡 但是现在我们只需要按住 然后点击这个选择Selects 选择之后,随便 比如说一个电话号码或者是任何重要的文字 或者是一个邮箱地址或者是一个银行账号 我们随便的来选择,然后点击CorePay就可以 淡不淡陡,不是,待不待见 然后我们进行转账啊,这就可以了 过去我们一定要怎么样 我们按住之后,点击更多 然后点击分享,在这个状态下 选择,然后再进行下一步操作 非常的淡陡,一定要使用这种非常淡陡的小技巧 才可以完成这种操作 但是在iPhone,iOS 26里面,我们现在直接选择 非常的贴心,这功能应该早就有了 另外一个,当我们在发送信息的时候 直接使用相机,随便拍一个,我直接发送 发送了之后啊,现在这个照片 它就会自动的保存到我们的相册里面 自动保存的 再有一个,当我发送的时候 随便,然后我后退 然后再进来,点击这右上角的三个点 它就会出现一个群星的草稿了 下BB不用打草稿,说的就是这个 我们点击之后 它就发现,你这边有BB的内容 有草稿 我直接就可以看到我刚才BB的内容 非常贴心 再有一个,我跟其他人类进行交流之后 我发现,这个照片如果用作这个信息的背景 感觉应该会非常的不错 这时候我们可以按住 这边有一个非常贴心的 直接设为背景 OK,我们还可以先选择黑白啊 双色调啊,水洗色 然后点击三个点 还有一些延展强制啊 这样的一些选项 那下一个隐藏功能啊 就是我们的照片了 刚才我保存的这个照片 我感觉啊,稍微有一点淡疼 我想把它给删除 这时候我们要怎么样 点击删除之后 Apple非常贴心的 它会弹出一个小的窗口 它在最近删除里面会保持30天 然后我们必须再点击一下删除照片 这个就相当的淡疼 但这时候我们在这边有一个快捷操作 我们可以直接双击吧 直接双击 Look at this 直接就删除了 另外在照片里面还有一个相当不错的功能 就是我们点击之后 在这边我们进行编辑 然后点击右上角 在这里我们就可以进行图绘了 然后点击这个加号 到右下角 大家看这边有一个添加放大镜 Apple把这个放大镜这个功能 又给它加回来了 我可以把我想要强调的内容进行放大 用圈进行缩放 用绿的进行放大的倍数 我们可以画圈 最高可以从12点到3点 床头的细节 这布料的细节 这时候我都可以进行强调 完成 那下一个就是我们的沙发雷了 进来之后 默认是这样的一个操作界面 我们想要看到所有的标签栏 我们可以在地址栏轻轻向上这么一滑就可以 但是我们在这边可以双击 跟刚才的双击是一样的 另外一个 如果大家觉得这个操作比较单等的话 沙发雷浏览器设置里面标签页有紧凑底部和顶部 这里面我个人感觉用灌了之后还是底部最舒服 没有这些繁琐的操作 直接点击它 直接看到所有的标签页 然后在这边 左上角 它有三个点 在这里我们可以进行排列 比如说我打开了很多的Apple的网页 这个就非常的繁杂 我们点击三个点 可以进行标签页的排列方式 按网站 按标题 进行排列 看起来很舒服了 另外任何页面我可以快速的进行复制 我们可以克龙 Magic 再来一个Apple 全都是Apple 都可以浏览网页的时候 比如说我感觉这个网页比较重要 然后我先Copay一下 这时候我就可以点击复制标签页 这就可以 那下一个就是Apple Intelligence了 大家可能觉得Apple的智能还是有一点垃圾 它的智商整个有点太弱了 但是它还是有一些使用的功能 当我们浏览一个网页的时候 比如说这个网页吧 这时候我们可以直接按住电源按键 然后让XGPT进来帮我们一下子 总结这个页面的内容 正在处理 它默认是截屏 就是只有我们画面的这一小部分 但是我需要把整个页面都需要发给它 我让它整理整个页面所有的内容 完整的内容 我这边可以进行选择 点击Look at this 整个页面都给它 Apple的页面我全给你了 然后点击发送 这就可以了 XGPT正在发送 73% 相当的快 正在处理 AttireGPT OK 出来了 我们可以用这种方式非常快速进行整理 然后我们再进入XGPT 软件里面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 它这边 还非常贴心的帮我们直接生成了一个PDF 打不开 总之这些内容它就帮我们进行了整理 另外还有很多种玩法 比如说我看到一个图片了之后 直接让它帮我创建图片 创建一个图片 需要我把这张照片发送给XGPT 发送 不需要点直接语音也可以操作 Look at 嗯 逼真自然 是这身E4 我们也可以让它创建一下子 根据这个照片创建一个创意的图片 发送 嗯 不光是这种照片 我们找一下其他的 比如说产品的图 根据这个照片生成 发送 最大的优点呢就是 生成的速度很快 iPhone X Pro 四个摄像头直接就出来了 另外一个 当我们进行录音的时候 语音备忘录的时候 我随便录制一个 我们可以点击右边的三个点 录音室级别的声音 取消了之后啊 我们先来听一下他的声 不是录音彭击的录音 不是特别的待见 这时候我们点击三个点之后 点击录音室声音 另外我们在这边点击三个点点击选项之后 这边还有一个相关的选项 录音室的声音 我们可以点击开启或者是关闭 调节它的浓度 我要把它浓度升到百分之百 我们再听一下 哦 这非常的浓 另外我们可以点击分享之后啊 我可以怎么样 直接让它用作铃声 自己嗶嗶的声音 直接用作铃声 OK 正在准备 在这边我们可以选择我们的录音了 当然大家所有的音频文件 在文件里面都可以进行设置 共享更多用作铃声 但是它必须要有一个限制 不能超过30秒 所以这一部分大家要把这个音频文件 先把它切到30秒之后 再在文件里面按住之后 用作铃声这就可以了 另外一个当我们使用耳机的时候 在通用隔空播放和连续互通的时候 这边就有一个继续用耳机收听音频 默认它是关闭的啊 强烈推荐大家把它给开启 比如说我在看在线小电影 正看着这海岸的一上车了 车里面的人都听到了 或者是进屋了之后扬声器直接播出来了 非常的尴尬 但是把它开启了之后就可以非常好的 避免出现这样的问题 这个是非常不错的 一定要进行这样的设置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Apple Music Apple Music这里边任何播放列表 或者是我们喜欢听的歌曲啊 比如说我的沙棧曲目 按住之后把它置顶播放列表 回来资料库里面上面 就有6个我们置顶的项目 在这边我们按住之后 还可以进行轻点操作的编辑 我直接让它播放 所以我上车了之后直接一点 它就直接播了 然后在这边我们点击这个歌词翻译这个 我们按住之后它有一个显示发音 可以让我们轻松的学习相关的语言 另外在我们的Apple Music 我们可以进行相关的设置啊 歌词这边我们可以进行选择 你这个更大的字体 我是让歌词更大 还是发音更大 都可以进行选择 所以发音更大 我直接在这边就可以看到发音了 下面是原歌词 再下面是翻译 都可以进行调整 另外我们点击这个点了之后啊 右边有一个这个图标 全新的图标 它是干什么用的 就是当我们结束一个歌曲的时候 它会使用Apple Music 不是Apple Intelligence 人工智能 和下一首歌曲进行DJ的混音 这个说实话啊 刚开始我觉得没什么鸟用 但是后来我发现 这是一个相当神奇的功能 一首歌结束的时候 它声音会变小 然后跟下一首的highlight 插入这首歌曲的部分进行结合 我们听一下 啊 非常完美的进行过渡 而且在下边 它会有一个混音的小的提示 当然我们也可以进行设置啊 Apple Music音乐这边 有一个歌曲 交叉渐弱 简单的过渡方式 这个是其他软件有的 但是这里边 强烈推荐使用这个自动过渡混音 这样的一个效果 Auto Mix 下一个就是我们最关键的电话应用 进来之后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界面 我们看到一个未接电话了 过去啊 我们怎么样 像左华它只有一个删除 但是现在新增了一个小的时钟的图标 点击之后我可以让它回拨提醒 一个小时后提醒我 今晚提醒我 明天提醒我 稍后提醒我 都可以进行选择 点击之后可以添加一个新的提醒事项 我们再点击 直接点击一小时的话 它就是一小时之后自动的提醒 然后我们向左华 它这边就有一个小的勾号了 就告诉我们 已经设定提醒了 再点击提醒事项中进行编辑 它有一个自动的添加的 我们在这边可以进行相关的设置 然后点击OK 已经完成了 我们再回到电话 再向左华 它有消失 已经完成了吗 另外一个如果大家升级到最新的版本之后 我们在这边可以选择经典和统一 这里面强烈推荐大家使用统一 这时候我们点击空白的区域的时候 它不会自己拨出去 我们一定要点击右边的小的电话图标 才可以把电话拨出去 所以就可以非常好的防止我们的误触 但是有些朋友就感觉非常的淡 等我又要全新的界面 我又要一点就可以拨出去 该怎么办 这时候我们进入设置 就是找到我们的电话 Apple非常的贴心 它已经预感到了有这么淡层的人类 所以它就说 清点最近通话 你直接可以呼叫了 我们再回来 再看一下 收藏的联系人都在上边 右边变成了 点击空白具 直接就可以拨打了 非常痛快 另外一个我们点击它了之后 有一个完整的通话记录 关于它的通话记录 当然我们可以两根手指 向下这么一滑 来进行选择 然后我们再回到电话的设置 在这边通话下边 其他设备上通话 这里面有一个全新的选项 客厅的Apple TV 我们可以选择开启或者是关闭 所以我们在使用Apple TV的时候 来电话了 我们可以直接通过Apple TV进行接听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文件 在文件里面 我们打开了之后 这里边这种文件呢 文件夹我可以进行设置 这里面比如说下载 要让它高亮显示 这时候我按住之后 点击自定义文件夹和标签 然后我就可以选择它的图标了 随便来进行选择标签 比如说是红色 在这边我们设置为标签之后 它的文件夹的颜色 也会进行同步的更新 这样的话我们在大量的文件夹中间 就可以快速的找到相关的文件夹 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设置 在设置里面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关于本集吧 进入通用关于本集到下边之后 Apple增加了一个全新的功能 就是当我们去Apple Store 去找天才80天才的时候 他们很多时候都要看我们的IMEI信息 这时候我们可以按住 这边就有一个调情码 Call Pay 共享设备标识服务都可以的 我们点击调情码之后 会弹出这样的一个界面 所以天才80天才 直接用他们的设备一扫就可以 这样的话可以节省大量双方的时间 不光是IMEI 像这个EID都可以 IMEI2也可以 这几个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再有一个我们进入电池 当我们开启充电了之后 它就会告诉我们 你充满的预计时间 正在充电 再算一下啊 充到30%需要33分钟的时间 充到100%需要一个小时15分钟 然后我们在锁屏界面下 稍微等一下的 这边也可以看到 33分钟就可以充到80% 目前电量是多少都可以看到 所以这些还是非常细小 非常隐藏的功能 但是还是非常实用的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我跟大家这些就是今天视频的所有内容了 非常感谢大家收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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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